都躲在裡面 突然一隻龐大的魚出現 這陣是瀕臨絕種的驅蚊醇魚 俗稱龍王鯛的牠 首次在這裡正式記錄 大概至少有兩隻的驅蚊醇魚 就所謂龍王鯛的保衛類魚類 在這邊出現 龍王鯛在這片海洋 國家公園的海域自在悠遊 海管處委託學者 進行一年多的調查 魚種增加到476種 更發現世界新種的雞蝦虎 物種豐富 台灣分成南北兩區的魚類象 在這裡都有 龐大魚群讓海洋顯得好熱鬧 多年來附近漁民 配合禁用底次網 讓面臨捕撈壓力的海域 有喘息跟修復的空間 大愛新聞 陳一貞城立委 高雄報導 平常冬季奧運 南韓民眾放眼這裡 看看這一個偏僻的 所在最新的海洋 的地球 沒有最新的海洋